大家好 欢迎来到咱们频道 根据印度前总参谋长纳瓦拉 纳拉瓦内 他的最新讲话 说中国的习近平到现在没有向印度总理莫迪制贺电 这是很震惊的 印度莫迪已经快一个月了 中国最高层没有向他发去贺电 习近平去了哪呢 去了青海 去了喇嘛寺 那边印度在搞佩洛西和达赖喇嘛见面 实际上咱们最早关注的 美国准备利用中国西藏问题准备搞事了 利用印度准备上了 这个时刻习近平去了青海 民族问题也谈了自己看法 中印之间下一步可能围绕西藏 说完了印度就不承认西藏 美国这边也不承认了 印度总理莫迪在涉台问题上发不错言论 紧接着在西藏问题上也是 赢得大选的莫迪到现在没有收到中国习近平的贺电 这个绝对是个重磅消息 纳拉瓦内 他是认为 中方看起来并不愿意和印度建立两国关系 这是他原话 典型例子 直到现在中方最高元首都没有将莫迪连人祝贺 他说印度需要为可能爆发的战争做好准备了 因为这是确保和平的唯一方法 注意他已经说了要准备开战了 和咱们是否判断一致 就是阿克赛金 可能真的是 简弘军现在 我的很多信息都显示 简弘军这次大规模调兵演习 就不是边境保卫战 边境保卫战用什么歼20呢 这是一个要抵近什么新德里的这种 让你打首都保卫战 我要拿下拉达克 这么一个战斗 真正的边境自卫还击战 不需要这种级别的咱们军事演习 那老瓦内他认为什么呢 俄乌冲突 巴以冲突 带给很多精英教训了 说很重要一条就是 即使人们渴望和平 并希望采取对话方式解决争端 但战争还是要发生的 在他眼里边 一些印度人已经陷入到虚假安全感中 而且做出了战争已经过时的错误假设 注意啊 他说是印度人做了错误假设 我觉得恰恰相反 是印度人故意要挑起战争 把国内现在 说完了印度现在 你看这个一高温以后 就整个的工业化 这个美梦没了 印度有一个巨大bug 他高温一出现以后 有一个巨大bug 他很多工业化的美梦都没了 所以等于他要把这个矛盾 把这个说白了 这个不能工业化的这个责任 要推给中国 他一定会想办法跟中国打一仗 未来这几年 未来几年 印度莫迪 他刚看着印度在这 成全世界大笑话吗 不能吧 这个前陆军参谋长也强调 随暴力随时有可能发生 为了和平 要永远保持警惕 印度需要提前做好准备 他要做准备 具体包括修建更多技术设施 并保证一些民用设施 在必要时发挥军事作用 大力加强 发展印度军工综合体 强化边境地区军事部署 我觉得他这个身份特殊 他首次以一个局外人谈 他现在不是在内阁里面 他首先身份 他是国内尤其是军人身份 比较特殊 而且他是任内士 任陆军参谋长 他是经历过2020年的 中原民进冲突 他应该是局内人 而且在当时就前往 中印边境前下了 最近一段时间 中印可能爆发大规则冲突观点 在印度国内 是越来越失常的 这些人的结论 就是印度需要加大力度 发展自己军事力量 从侧面说明 现在中印关系 确实越来越不稳定了 最主要注意 就是他说习近平没有给他发贺电 很多人说贺电行为 本身是向对方释放友好信号 一般来说 当与中国友好的国家 发生了一些值得庆祝的事 比如大选结果出炉 或者遇上某些纪念日 中方都会去发贺电 中国和印度是邻国 同时发展过大国 中国印度关系 也非常重要 当印度大选这种事结束以后 中国按理说应该是表达祝贺 事实上中方也确实也是表达祝贺了 不过有意思是 中方表达祝贺 但是印度一些人觉得这个不够 莫迪赢大选的时候 中国外交部公开场合表示了祝贺 随后中国政府首脑也向莫迪 制了贺电 贺电他再次连 祝贺他再次连印度总理 印度一些人纠结在什么 直到现在中方没有从国家元首层面去发贺电 就是中国政府发的是中国驻印度大使 而不是习近平 习近平可从来没发过 也难怪 这个那拉瓦内这样的人会产生一个想法 就是中方高层习近平怎么还不发贺电 但是不同级别 不同层级释放信号可能不相同 而且我们把时间往前拨 5年19年的时候 莫迪第二任期 中方当时从国家元首政府首脑 其实都发了贺电 莫迪第二任期中国的秦平是发了贺电 19年紧接20年就什么 就开始打了 你想秦平还能发吗 再往前对5年 14年莫迪第一任期 他赢下大选后不久 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当时就前往新的里 当面转达中方 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对面莫迪当选的诸贺 当时14年 14年是不是也是秦平 对比中方在莫迪三次胜选后的表现 我们看非常明显差别 这次中方 秦平没有诸贺 没有拍赫的 你让达赖在那儿见 佩洛西中方怎么给你贺电 而且你也不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了 这我单独躺过一起 中方这边给出的祝贺规格 其实莫迪第一任期的时候相当高了 我们外长亲自去送 这种情况其实直接体现中方对印度和中国关系的重视 也代表中方是希望两国 就刚上任的莫迪能够共同发展 第二次中国和印度当时发展势头都不错 19年 中方就给出了比较标准的赫诸贺规格 然后到了2020年就开了 现在第三次 中方的诸贺规格明显下降了 印方心里应该有数 到底发生什么 2020年你让我方损失人员 最近这些年印度多次在中央边境挑衅 印度造成的恶劣事件 数都数不过来 除此之外 印度还加入了美国针对中国的包围圈 印度莫迪还在涉台问题上发不表凑言论 你说中国怎么给你发贺电 这种背景下 中方政府依旧是用这个咱们说驻印大使去送贺电 我觉得已经够给面子了 已经是中方在释放一个积极金号了 但是中方是通过这种做法想要告诉印方 中印关系出问题是事实 但仍然中方希望能够重回正轨 但印度人可不这么想 从那个纳拉瓦内 他把他解读为中国不愿意与印度建立要关系看 就是可能印度一部分人已经严重 已经意识到了问题严重性了 但是更多的可能是什么 更多的可能意识到中国与印度可能要开战 或者他们根本就是想要印度与中国开一战 恰恰说明他们在中印关系认识也不深刻 同时也是以他们自己的利益集团 以他们这个军人 大炮一响黄金万两 不打仗我军人有什么用 所以以他们军人利益集团 他们的角度看中印关系就得干 恰恰说明如果印度内部有这种人 对印度绝不是好事 对印度绝不是好事 不打仗于众人票 并且恰恰说明亮 我以为彼女人就不死 并不紳不寗人票 并不篇采送我